给闺蜜讨公道 把自己给搭进去的女主角 是不是洒乎乎的有点可爱呢 今天 我这里给大家带来一部 由山西闲人主演的 高点影片 邻居同居 小萌在操场上 对校考男主山盛表白 因为山盛不晓得 跟她表白的是一个叫小萌 但是并不是我萌的女孩 所以就不给面子了 直接拒绝了她 为了帮助自己的闺蜜讨公道 女主小葵 就来找上了山盛 都没有给自己制作者 一个什么的山盛 在看到女主角后 就直接来了一个壁咚 简直标太双标哟 这要让闺蜜小门看到了 会躲在角落里 抱个圈圈诅咒的啦 于是 小葵就忍受住了美男的诱惑 大道的 给了山盛来了一脚 后果就是 大马路上 背着一个摔断腿的大男人回家 但是怎么感觉 回到了自己家 正当小葵感觉 对方笑讨这个病态时 笑讨就赶紧给自己正人设 骚傲地说 你可别自恋 可不是为了你 回到山盛的小葵 心虚地想要吃了饭 来弥补自己的过错 却不想厨艺还不到家 撤到厨房 引发了自动灭火系统 整个家都糟蹋了山盛 就这样 理直气壮地 搬到了旁边小葵的家 山盛的朋友 出过男具之后来找山盛 小葵为了不被误会 说要回家 就跑出了门 不然外面正在下雨 小葵只好跑到温暖的 男儿那儿闭遇雨 看到如此重不惊慌的小葵 男儿就给小葵 披了件自己的衣服 而山盛回来看到 披着男的外套的小葵 拉拉的伸了一只手过来 给小葵抱着 给了他 那么一定有安全感 两人在房东阿姨那儿 拿了两张圆圆的门票后 山盛就与教小葵约会 这种烂接口 陪着小葵 玩了一圈旋转不满 在看到几天后 有烟火晚会后 两人也约定好一起来看 但是在回去后 就有一个妖妖见活的早上山盛 正起还跟小葵方狠话 山盛商业的那天晚上 小葵夸死的整个一桌 不晓得有没有多的酸菜 但是 去接到妖妖见活女的面话 说山盛在她家 哼 山盛还先在我家呢 要不要每天 给你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呀 于是 在山盛回来后 两人发生争吵 山盛收拾好自己东西出了门 还是入了坑的小葵 不过外面还在下雨 就外跑 看人说了吧 狼狈的小葵 浪漫的来了个熊抱后 请求山盛别走 但是山盛好不笑的 拿着包摔手就离开了 山盛的小葵 跟万年万岛的男儿 得到了烟火的晚会 却在要轻轻抱抱的时候 看见女主一脸麻木 就走去的走了 另一篇的山盛 也被猪公男一拳打醒 游游见货 也被哥哥给收走 催省的他 终于找到小葵 两人终于确立了关系 影片到这儿就结束了 问一些伙伴们 识到了没 要时不时的来个跌倒 下雨天 不仅不能打伞 还有自己时会 抖成个筛子 这次最重要的是 还有个备胎 给他吃醋 方方有一个 把王子摇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